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2日 今天是星期一 6月12日 四周年 在四年前的今天 香港人再次走上街頭 制止逃犯條例修訂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尤其是男友 出來大談 你們已經輸了 有些人覺得 香港可能連絕無僅有的小小自由 都沒有了 那還不是你們輸了 我們這一節 就是除了 跟大家說揚名之外 當然揚名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 盤點一下 到底 真是四年以來 到底 誰是贏家 又是誰是輸家呢 我當有得結算 大家 不要忘記 你和我是歷史的一部分 現在不是在玩旗子 旗子 在月尾會結算 我們現在不是旗子 你現在要結算 也不要緊 跟你算一下成績表 整件事都還沒完 你就放牆雙眼看看吧 現在場賽事才玩了一部分 最簡單 我們可以斷定 四年之前的中國大陸 和四年之後今天的中國大陸 中共政權 他在國際上 全世界 對你的態度 和立場 都完全不相同 即是說 香港 透過2019年 還有2020年 透過這個時代革命 將中共的惡行 將北京的惡行 向全世界展現了出來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將一個壞人 的惡行揭露 而壞人 現在全部人知道了 在想辦法對付他 在現在結算 你當然知道 你跟壞人翻臉 這個時候 當然是不要過了 那麼快就要決定輸贏了 更加奇怪的是 支持過壞人的人 竟然夠膽覺得自己贏了 我真的很想問 這群藍絲 你們有甚麼贏了 我們這一節就是要來揭露 楊明燈湯 楊明燈湯 就是 生意好 全線 倒閉 結業 女友出來大爆楊明 錢被楊明洗了 現在要全線收工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法 我們現在是絕無僅有 極少數 是 香港的頻道 對準着港共政權 以及中共政權 希望大家是要幫忙支持 同一時間我們仍是養著 很多員工 希望大家就是幫忙支持 支持 記得 也是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這個真的很重要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也是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接下來 就著李家超 想去美國這件事 我們也打算 要搞聯署信 打算寫信 去美國 給美國的議員 我們目前正在 草擬相關的信件 亦打算 給大家 幫忙聯署 我們 多種的路線 一定要對準着港共 請大家記得幫忙 6月24日 6月24日是我們本台的一次小型網聚 地點是倫敦 星期六的下午 我們就是會在 倫敦 舉辦這次小型網聚 當然會有我們節目主持 在現場做節目 我們這次也有嘉賓 跟我們大家繼續商討 這個未來的事情 敬請大家記得踴躍報名 名額有限 我們接下來可能9月10月 再搞一次大型一點 這次小型 這次也是RHKTF Accademy 自由香港學院的其中一次推廣活動 也請大家 我們現在 擁躍 繼續支持 回來就是再盤點 到底 4年過去了 6月12日 到底 情況是怎樣 我們又當是結算日 快要跟你做個結算 有很多藍絲 覺得你們這些黃絲輸了 你們這些黃絲被抓了 先跟你鬥一下人數 首先你覺得抓了很多人 你們藍絲贏了 首先第一 有很多人就是 成功逃亡離開 成為了難民 以及流亡的一員 包括本人 雖然是透過英國的政策 但是英國再說多一次 這個BNO visa的政策 是一個對香港 因為2020年還有2019年 再加上國安法 對香港 開放的一個 英國對香港特別的救生艇計劃 有大量的人跟著前往英國 也在海外 組織起來 也有更加多的集會 繼續在這些 重要的日子 舉辦 不同的集會 還有更加多其他的事情 包括聯署 示威 遊說 選舉 甚至乎可能接下來的選舉 甚至乎可能其他更加再進一級 的行動 你們 香港的藍絲 還有香港的垃圾官員 除了在香港 你們可以叫做又拉又鎖之外 你們根本對全世界 的香港人 還有其他支持香港的人 你們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 更加好笑 原本有個姓湯的物體 叫湯渣華 出來就跟你說 很興奮 要全面禁止Google 全世界都生效 今天 就是律政司面猛猛 到了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就問你 被告是誰 更加把 禁制令的申請 排在7月21日 彷彿 是要在每個敏感日子 是繼續提醒大家 你們除了真的叫做關門打飛機之外 就是不知道你們有哪一分就叫做贏了 還加上 大量的藍絲 封城防疫 你們那麼支持習近平 繼續支持習近平永久封鎖下去 也還未算那些人打了國產疫苗 然後就是不知去了哪 升天的人 楊明 楊明就是其中一個 積極出來支持警察 有水就抽 的一個是政治騙徒 楊明 就是恃著自己做藍絲 支持香港警察 帶攪 燉湯生意 想著 可以吃著愛國愛港的水 就是要大賺一筆 結果 整個計劃 徹底失敗 整個計劃換來的 是楊明燉湯 生意全數結業 其實看看李家超做特首 跟你說要唱好香港 說香港生意好 你就已經知道這個地方 真的死定了 結果就是這個 楊明的女朋友 也出來向傳媒 爆料 就說現在沒有錢了 那些錢 就是被楊明 燒光 沒有錢再玩下去 生意做不了 要全線倒閉 事實上 楊明和他女朋友 是一大堆香港藍絲的典型 他們把所有 求財的希望 全部 壓住下去 以為對付了 在香港 向政府說筆的人 他們自然就叫做 盆滿撥滿 實際上 所謂藍絲 其實他們不知道 由始至終 香港人根本就是他們的客戶 雖然香港人力量有限 但是他們可以 向你們的藍店說筆 可以向你們警察繼續說筆 可以向你港共繼續說筆 你說不可以唱歌 我就唱歌 你說不可以點蠟燭 我就繼續點蠟燭 你叫人不要去英國 他們就繼續去英國 英女王 細細他們出來悼念 又看看你 可以悼念多少次國家領導人 再加上 再加上其實2019年 大家都有很清楚的共識 就是攬炒嘛 其實在攬炒的角度來說 我們沒有人看到失敗 我們看到相當成功 中國大陸 在全世界 受到圍堵和包圍 港共把香港從本來的國際 大都會 真的變成了現在的大都會 所有的罪案 不斷發生 生意不用做 外資恐慌 樓市下跌 站在攬炒的角度 完全是成功的 根本一點也沒有失敗 徹徹底底 香港當時的對抗 就是知道 到最後 揭穿你 令你不好過 其實 根本就叫做相當成功 更加不要說 現在根本就叫做太快結算 現在 遊戲也未玩完 習近平跟你說很痛苦 我要搞內循環 因為外面不侵我玩 不侵你玩是甚麼原因 當然 跟你的罪行 被揭發是有關的 也許 也許站在藍絲 可能有些個人的立場 有些個人可能真的覺得自己得益 不過我還是提醒你了 你還沒有結算 你真是 看多兩年先 有很多藍絲覺得太好了 樓市終於下跌 我恨了做業主那麼久了 終於有機會讓我上車 機會真的就出現了 請你 真的專心 放心上車 好 到時 他們出事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拿來繼續 恥笑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其他話題要繼續討論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